Cube on my side Cat and I cry Jam me with the boys Won the fire at night Summer by Summer by Summer by Paint my dudes Got nothing to prove Lay it on the darkies Hello小哥们又是一个周五 很高兴见到我吧 我是月女 今天呢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化妆 之前的废话聊太多了 今天化一个超级显眼睛辣的淡妆 好乖哦 先戴美瞳啊 不能忘记 今天就戴一个简单的棕色 看得出来这个眼珠子变大了 但是戴美瞳就会显得 这个妆没那么的高级 但是没关系 世界上哪有那种高级的人呢 假装我现在已经上了那个防晒了 我今天不出门 所以我不用防晒 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 给你们传授一下 别人问你你嫁下去干嘛 你说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吧 到时候再看再看再看就就过了 你知道吗 一定要计划好你假期要去做什么 不然的话你到了假期之后 想一想我要做什么呢 想着想着就上班了 上学了 没错 时间有时候就是很快 有时候就感觉很难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小的时候 感觉时间贼慢 特别想长大 现在长大了我感觉 可能是我自己哈 我觉得时间差了别快 每天每天落了 我过两天又想去打那个 类沟 还有嘴痕 看情况嘛 看心情啊 要不要录下来 反正之前录过了 我倒挺想再拍一期颈纹的 因为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颈纹 对不对 手动起来哈 我怕我一说话 又忘记化妆 就是这个颈纹一定要去好好处理 因为颈纹不可能自己会消失对不对 也不可能你涂点东西它就好 你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它就会那个 甚至会断层 然后甚至会有那个脂肪 累积脂肪在这边了 然后等到那么大的时候 你要再去想处理 它可能就要手术了 现在像现在我们这种小小的 它它只需要填出用 PF的气垫 我现在用这个感觉是白的 我用别的底妆感觉 还都蛮黑的 我要去买一个超白的 然后跟那些黑的稍微混一混 再往脸上涂 这么浪费 我觉得气垫也没什么手法就说吧 反正只要把这个粉给按进去 让皮肤看起来细腻 有光泽就ok了 因为我就带了一个美瞳 因为想来着做对比来的 我特别特别想去把这个眼线给弄掉 但是我很怕碰 那我下下期要相机拍好吧 我今晚就下了 我真的很不会搞这种电器的东西 我是一个机器白痴 我用一个这个YUNI的遮瑕 我总把我的肌给点掉了 不行 因为这是比较好看的 等再过两个 这防律弯 就是装的蛋白都流失掉了 我用一个花鸡 花鸡 花鸡 好烦 我们经常嘴瓢对吗 沾满啊 就是李佳琪说的比烟雾还似的 啥呢 是很细 哦 稍等 我要把我的眼线给撕不住 这眼线实在 哇 我这睫毛了 定妆很重要哦 眼睛 这边再着重定一定 容易卡粉的地方 定到你自己摸上去滑滑的那样 眉毛呢我们选择用这个 橘朵的这个灰色的03 就是素杆的 你挑过它就感觉很细嘛 不用用力的这样子 这样子不就不不就这里就超粗的吗 这个头就不好看了 这边是我画好的 是不是根本真假分不清楚 是素杆的 你就是一下子画错了 你也可以马上给擦掉 它几秒内 它是 跟着眉毛的纹路 然后这边有几根是有点稀的 就给它补两个 你出去跟男生约画 他绝对看不出来 你是这个画眉毛 然后今天用这个完美理界老虎盘 先扫了这个更浅的 眼部打个底 反正淡淡的可以随便打 然后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粉线的 不要超过自己这个眼窝 然后再选一个这个 走出来了 会不会自然一点 我们就只是画在双眼皮这边 你不要超过双眼皮了 你看可自然 下面也来一点 像这么日常的妆 就不要把这个眼底画得非常的后面 它这个骨头就在这里 就是你自己摸自己的这个骨头 这个眼睛框框这里 不要超过这个框框 而且会显得眼睛很大 也不会显得眼睛像 怎么有蚊子了呀这个天 哦对了 跟你们讲一个非常 我今天才知道的事情 妈妈背的人经常会说 哎呀你要几点睡觉啊 十一点睡觉啊 排毒的是什么 几点到几点 我找给你们看 就是这张图片 9点到11点是人体淋巴排毒 然后增长免疫 呗呗呗呗呗呗 然后我看到这其实是谣言 9点到11点是淋巴排毒 真相是淋巴24小时都在工作 就9点到11点 这个时间段是不特殊的 还有一个是我超级有发言权 就是那个淋巴排毒 你们听过吗 所有的美容院都有什么 哦你给你的脸部什么 这些腋架子 什么淋巴排毒的 一些美容院 以促进淋巴排毒提高免疫 你们噱头推出的经由爱国温室里聊的一些赚钱项目 其实对淋巴排毒没有什么帮助 我做了多少年的淋巴排毒 还有关于什么肝排毒啊 胆排毒啊 人的脊椎造血时段啊 这这每一个它都有一些真相 这么说呢 其实也不是希望你们熬夜啊 听话啊 能不熬当然不要熬了 因为熬夜确实会很累哦 然后经历不好 然后记律也会变差 反正就是规律一点 也没有说什么身体有多少毒排不出来 不要担心啊 好我们继续继续熬 穿插了一下 我这是一个患牢 然后呢该提亮的就提亮 其实我不喜欢提亮 就涂在眼睛的中间或者是往前一点都行 就不要往后面涂了 下面来丢丢的 这也呼应一下一点点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眼线 眼线的话会选择这种眼线胶皮的 用黑色的我就选择了棕色的 可能是我懒太懒了 因为只有这一只放在桌子上 另外全部放在抽屉里面 然后就去画那个内眼线就好了 是不是棕色的太不明显了呀 我要不要用黑色的 画一只稍稍深一点的 用光了 真的假的 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个内眼线的重要性 所以我用黑色的眼线描画一下 看我的摄像皮这么宽 如果我的那个眼线画了外面的外眼线 就会把摄像皮变小是不是 把摄像皮变小 就会显得眼睛变小 所以眼线画的越细 眼睛就越大了 看现在这个眼睛已经比这个眼睛大很多了 然后睫毛要夹 睫毛就是二次放大双眼 不用太夹睫毛了 我用一个OKS尼尔睫毛膏 刮掉一点不然会太多的 睫毛膏也是防水的 很现场 如果你不小心就是粘多了 就是把这个睫毛刷的很乱了 很粗了的那种 你就用一个棉签给它给戳开就好了 又到了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下睫毛 不行不行 看我的乱敲到的下睫毛 我的妈呀 谁下睫毛多 能不能够我几根 我们棕色的画几根算了 哇 果然还是眼线比较好用 你们睫毛多了就觉得不用花了 我这下睫毛真的没有 看一下我两个眼睛的对比 就完全是两个 OK我们来画一个卧槽蛋蛋 如果你的眼睛是那种有点远的那种 你可以把这个眼头这个 它可以缩短你两个眼睛一距 那如果是那种眼睛本来就比较近的那种不 OK那我们把这个眼睛也画上吧 我可以修容 这边要打一点 显得鼻子短 因为我的中屏是比较长 衔接一下 这盘枝油全的奶油镜子色 是我应该用的最多的一个腮红了 因为它奶奶的 然后又不会上得多了 腮红大概这两边就 显嫩一点 因为我的脸比较长 就会显年龄 如果脸短一点 然后包括这个眼睛 这边的眼影 就是你下眼影稍微扫过来一点 除了亲切可人之外 还会缩短这个中屏的长度 包括我这边的腮红也都是缩短我这个中屏的长度 会显得更可爱 反正就是想尽办法 果然还是要事先涂好唇膏 虽然当场涂它没有那么容易软化上面的瓷皮 胸绒还是从耳朵这边扫出来 往这个苹果肌方向扫一扫 稍微修一点就好了 不要看起来很远远的 快黑掉了 我们今天用这个大理石高光 这是香槟色 这是一个黄色 其实是一个粉色 看一下这里 哇 这是一个春光粉的一种 今天用个粉的吧 反正有一种不是很粉的感觉 衔接住这个腮红和修容 看起来皮肤超级好是不是 额头比较扁平的可以 额头好一点 我为什么今天腰这么酸啊 头来着自幽权的M01色 反正有一种奶油橘子的感觉 它比较适合白皮的雅光雾面 超级温柔的颜色 感觉今天的妆容好秋天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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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 呢 上欧 可不满意啊 像上大学啊 上班啊 然后日常都适合 快点换起来吧 说到上学 真的好想去 学校操场上套的 然后我超级想念 上学的时候试的饭 食堂里那种 我依稀回忆起 我高中的时候 饭卡里没有钱 然后又很饿 然后我就去盛汤那边 汤是免费的嘛 然后一个大锅子 然后每个人都来 盛一碗走的那种地方 我就一直在那里喝汤 我喝了12碗 喝饱就走了 一点都不会害羞 可能我真的是 那种脸皮很厚的人嘛 好了快乐的时间 走着就